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将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等方向 据日本广播协会21号报道 日美两国就驻日美军驻流经费分摊问题达成一致 从2022年开始的5年内 日本将承担约1.055万亿日元 约合92.8亿美元的驻日美军费用 按照该计划 日本平均每年负担大约2110亿日元 相关费用比2021年增加110亿日元左右 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 通常每5年更新一次 现行协定原定2021年3月到期 因更新协定谈判赶上美国政权交替 双方决定将协定延长一年 在日本 驻日美军驻流经费负担 被称为体贴预算或温馨预算 主要用作基地工作人员的劳务费 水电费以及美军的训练转移费等 上世纪70年代 日本经济稳步增长 美国却陷入长期通货膨胀 与经济停滞 对日贸易赤字不断膨胀 1978年 执政日本防卫厅长官金板信提出 应该从体贴美国的立场出发 应对美国不满 并决定有日方承担驻日美军基地 日籍雇员的部分薪水 从此 日本开始分担美国驻军费用 并进入财政预算 体贴预算一词也流传开来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日方1999年度 曾负担2756亿日元的经费 是历年来最高的 当时美军基地的保龄球场 和高尔夫球场的维护 维修费也使用了日本的税金 这在日本国内成为被批判的靶子 在美国国防部2004年公布的 各国对美军驻扎经费的 负担金额中 日本负担了74% 明显高于韩国的40% 和德国的32% 日方抱怨负担过重 于是才缩减到2000亿日元左右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 美方要求日方增额的压力 再次加大 特朗普要求将日本承担的金额 增至4倍以上 因此相关协定谈判陷入僵局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双方再次进入正式谈判 此前体贴预算大多用于 日方给美军提供方便驻扎的环境 日本政府认为 像过去那样 以增加水电费等形式增加金额 无法得到民众的理解 日本方面在此次谈判中 要求减少水电燃气费等 另一方面 日本提出方案称增加用于日美联合演习 和建设日美共同使用的设施的费用 整体上增加100到200亿日元负担额 日方希望将经费性质 从便于美军驻扎转换为 促进提升日本自卫队 与美军的共同应对能力 日本防卫省高官强调称 这是旨在将定位从体贴预算 改为加强同盟的预算的谈判 另一方面美国也致力于维持在亚太地区的遏制力 将日本定位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据点之一 据美国国防部透露 驻日美军人数正在增加 截至2021年9月 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合计达到5.6万人 日媒称 美国非常期待 日本提高独立防卫力 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遏制力发挥补充作用 驻扎经费性质的转换 也符合美方的要求 日美两国部队的联合训练正在扩大 2021年 日本自卫队与美国陆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进行了离岛防卫 反前战 反舰战 等科目的联合演习 驻日美军的温馨经费 变成了演练经费 如果今后用于与美国的联合演练 特别是岛屿构进攻 两栖登陆作战 包括其他攻击性的作战样式 日本认为这样的钱花的值 所以日本明确指出了经费的使用方向 标志着今后 在美日的联合训练和演习过程中 日本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份额 美国目前认为 增加的份额并不足以满足 驻日美军的基本需求 如果能够在训练演习 这种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中 得到日本的支持 美国乐见其成 而日本如果通过与美国的联合演练 在进攻性远战作战能力方面 有致地提高与发展 这对于提高 日本在周边作为美国棋子的效果 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驻日美军5.6万人中 有超过一半驻扎在冲绳 对美军引发的治安环境和安全等问题 当地民众怨声载道 近日 日本冲绳县驻日美军 汉森军营爆发新冠病毒集体感染 截至21号上午 汉森军营疫情已波及186人 今后感染者人数可能还将增加 冲绳县之事 玉成丹尼21号 向日美两国政府提出 禁止美军及军署人员 从美国前往冲绳县内 以及禁止基地人员外出等要求 冲绳县17号通报 一名50多岁的当地男性居民 确诊感染奥米克隆毒株 他是汉森军营美军基地的工作人员 冲绳县政府官员表示 正在进行一项流行病学研究 以确定这一本土病例是否 与美军人员当中爆发的 集体感染事件有关联 但美军官员拒绝 与冲绳县政府合作进行调查 然而在疫情有扩散风险的背景下 18号晚上有日本媒体拍到 仍有美军人员和车辆 陆续出入汉森军营 有不少美军士兵不戴口罩 出入当地繁华路段的酒吧夜店 甚至喝得酩酊大醉 这一现象引发当地居民的担忧和不满 19号日白内阁官方长官 松野薄一前往冲绳县 视察了汉森军营周边地区 松野薄一还表示 将继续要求美方 进一步贯彻疫情防控措施 仅最大努力消除当地民众的担忧 然而20号晚上 又由一名驻冲绳基地的美军人员 离开基地以后 因酒驾作为现行犯被逮捕 据日媒报道 鉴于奥密克隆毒株在全世界蔓延 日本从10月30号临时起 原则上暂停 所有国家和地区外国人入境 但美军属于例外 冲绳县知事郁城丹尼表示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美军人员 大多是在本月早些时候 乘坐军用飞机抵达冲绳的 没有乘坐民航飞机 有日本网友愤怒地表示 应该把军营大门从外侧反锁 把美军士兵关在里面 阿富汗的这个冬天不好过 联合国机构日前发出警告 阿富汗正在面临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 美国记者之言 阿富汗陷入经济危机 美国难辞其咎 今年40岁的阿米纳塞菲 目前依靠变卖家里的旧衣服 养活8个小孩 据联合国估算 阿富汗3800多万人口中 超过一半面临危机级别的饥饿问题 且持续恶化 按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发言人汤姆森·菲里的说法 阿富汗正面临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 美国今年从阿富汗完全撤军 结束阿富汗战争以后 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 拒绝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 逾95亿美元海外资产 使饱受战乱和制裁的阿富汗重建 资金匮乏 加剧其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医疗服务变得极度匮乏 是个典型的例子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切断援助 很多靠援助资金运转的阿富汗医院 难以维系 卡布尔唯一治疗新冠肺炎的医院表示 近期新冠病例明显增多 但是由于医院缺乏检测试剂药品和氧气 能够收治的病人 人数相对有限 阿临时政府自成立以来 已多次敦促美国解冻阿海外资产 但美方对此 质弱网闻 由于现金不足 阿临时政府规定 阿富汗民众 每人的银行账户 每周最多只能取款300美元 为了能够取到钱 有些人凌晨4点 就去银行门口排队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阿富汗经济形势的恶化 10月曾赴阿富汗采访的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 克里斯蒂娜·戈德·鲍姆指出 美国试图以经济制裁 惩罚塔利班 但受打击最大的 却是阿富汗平民 经济下滑 是因为美国冻结了阿富汗的资金 贫困线接近峰值 人们会死亡 我们希望美国能解冻阿富汗的资金 因为人们真的会死去 21号 上千名阿富汗民众 聚集在喀布尔室内 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要求美国解除 对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的冻结 抗议民众举着写有 人民为饥饿而发声 让我们吃饭等次的横幅 高喊 美国解冻我们的资产 那么阿富汗经济 为什么会出现 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两个 一个呢 就是阿富汗经济长期以来啊 严重的依赖国际社会输血 特别是美国占领阿富汗20年啊 丝毫没有使阿富汗摆脱这种状态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阿富汗经济啊 它是三大支柱 那么第一大支柱啊 实际上是服务经济 就是以美国北约军队十多万大军啊 服务于这支军队 那么现在美军走了 北约军队走了 这一个支柱没了 第二大支柱就是小农经济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那些小绿洲里的 根本支撑不起国民经济来 第三大支柱就是毒品经济 在塔利班掌控了阿富汗全局之后啊 美国一个是冻结阿富汗的海外资产 第二一点呢 对阿富汗采取制裁 这是原因所在 面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灾难 不少国家伸出了援手 中国协调政府地方民间等各部门 向阿富汗提供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 上万吨粮食民生医疗月动物资和新冠疫苗等 源源不断运往阿富汗 阿富汗特产松子也在中国找到了销路 阿富汗松子年产量约2万吨 年出口额可达8亿美元 带动当地十多万人就业 是阿富汗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更是很多阿富汗农户的唯一收入来源 但由于身处内陆交通不便 即连年战乱 阿富汗每年都有大量松子滞销 在中阿双方共同推动下 2018年中国开始要从阿富汗直飞进口的松子航线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美国对阿富汗实施金融管控 阿富汗民众面临人道主义危机 10月应阿富汗临时政府请求 中方特事特办 第一时间更新包机飞行许可 再次打通中阿松子空中走廊 10月1号首架松子包机搭载45吨松子 顺利抵达上海 在进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后 12万瓶松子一亮相即被抢购一空 截至目前已有1170吨松子 搭载26架松子包机来到中国 为阿富汗民众创收1亿多元人民币 约合1600多万美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号表示 下一步中方将在中阿经济重建工作层 联络机制框架下加强同阿方的对接联系 推动葬红花等阿富汗特色农产品输滑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帮助阿富汗经济重建 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 印度等国和一些国际组织 近期也分别向阿富汗提供了食品 药品 粤动物资等援助 奥密克戎来势汹汹 目前全球已有89个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该变异毒株 事卫组织警告需警惕奥密克戎海啸 带来黑色冬天 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究竟有多快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20号发布最新数据 截至12月18号 感染奥密克戎病例已占上周 全美新增病例的73% 部分地区或更高达到90%以上 就在此前一周 这一比例还仅为13% 德克萨斯州20号出现美国首例 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 据当地卫生部门透露 死者为50岁左右男性 未接种新冠疫苗 卫生专家表示 尽管奥密克戎没有DELTA毒株致命 但奥密克戎传播速度更快 这可能会给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增添困难 住院率也在上升 特别是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 纽约州是此次奥密克戎爆发的阵中 截至20号 纽约州的新冠感染人数 已经连续4天破纪录 新增确诊病例达23391例 在两周内激增了80%以上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莱纳说 传染性非常强的奥密克戎 就像海啸来袭一样 将给美国医疗系统带来重压 受此影响 美国核酸检测需求暴增 家用检测盒出现短缺 一些药店甚至出台检测剂限购措施 全美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都排洗了长龙 在马里兰州平均每个检测点 每天接诊1000人以上 目前在美国48州以及波多黎各 首都华盛顿均已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 尽管疫情如此严峻 但距离美国圣诞节不到一周 仍有大批民众计划假期出行 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表示 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庆祝活动 将按计划进行 所有人需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参加 对此专家警告称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很可能会继续激增 呼吁民众外出旅行前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截至12月21号 全球已有至少89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了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确诊病例 而这距离奥密克戎首次被报告 也不过短短一个月 专家警告 如此快速的传播之下 奥密克戎会很快取代德尔塔 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新冠病毒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奥密克戎正在欧洲闪电般传播 英国新增病例数连续创下新高 21号的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超9.1万例 染疫住院率正在不断攀升 伦敦标准晚报称 伦敦的确诊人数已经呈爆炸式增长 英国每日净报20号报道称 科学家们警告 除非采取紧急行动 否则每天的住院人员 可能增至3000至1万人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1号通报 截至当天临时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202例 累计确诊超57万例 随着奥密克戎加速传播 韩国各地医院一床难求 18号凌晨 经济到扬州市的一名孕妇 在临盆之际仍无医院收治 不得不在救护车上分娩 据韩媒报道 该孕妇于一周前感染新冠以后 一直居家疗养 临盆前联系了十多家医院 都没有床位 最终被送往90公里之外的 平泽的一家医院 韩国防疫部门20号预测 奥密克戎今后一两个月内 恐怕会成为 韩国疫情的优势赌注 为防范疫情蔓延 依照韩国教育部安排 韩国首都圈等地中小学 从20号起暂停全面线下教学 恢复线上线下并行教学 近日超强台风雷一 过境菲律宾 锁到这处是满目疮痍 目前已造成至少375人死亡 菲律宾紧急出动军队运送救援物资 据法新社21号报道 尽管台风雷一已过境多日 但在遭其重创的 非南部与中部地区 人们仍在它造成的破坏中 苦苦挣扎 当地大量房屋受损倒塌 部分道路至今无法通行 数万名居民遭遇停电 和通信中断 居民们回忆起雷一来袭的情景时 心有余悸 来一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 最强台风之一 受灾人数超过118万 目前菲律宾政府已派出数千名军警 为风灾幸存者运送食物 饮用水和医疗用品 联合国报告称 这次雷一台风给部分地区 带去了彻底破坏 菲律宾民航局21号表示 北苏里高省的苏里高机场 和新亚高机场 当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航空公司预计将取消 明年2月之前 往返这两座机场的所有航班 菲律宾简载委统计数据显示 雷一给菲律宾基础设施方面 带来的损失超过2亿菲律宾比锁 约合人民币2800万元 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亿比锁 约合人民币1400万元 外媒称 台风雷一叠加奥密克戎 感染病例快速增长 正在给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带来双重挑战 联合国驻菲律宾人道主义协调员 古斯塔沃·刚萨雷斯20号表示 援助小组已经抵达灾区 进行灾情评估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 2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为帮助非政府和民众应对灾情 中国驻菲使馆紧急筹措食品包 发往宝盒省 苏务省等受灾地区 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此外 中国政府捐赠菲律宾政府的大米 目前已运抵菲律宾 好 更多精彩再来看一组苏兰 据印度时报19号报道 印度拉加斯坦邦 在一片房屋的楼顶上 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极端组织炸毁了位于巴尔米拉古城中的巴尔夏明神庙古器 但好在石桌上的花纹雕刻保存了下来 经多方努力 俄专家已经创建出该古城的精确3D模型 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凯旋门 或将在三年以后重获新生 据日媒报道 日本2020年度劳动生产率数据 在金河组织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23位 跌至近50年来最低 据调查反映2020年 日本劳动者平均每人每小时 创造多少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生产率 为5086日元 约合人民币285元 这一数据仅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六成 媒体指出 当前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持续加剧 再次背景下 如何提高生产率称为一大课题 近日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62名选手 参加了一场被誉为 世界上最艰难的马拉松比赛 南极冰上马拉松 比赛当天 气温只有零下15摄氏度 最终在女子组比赛中 来自拉图维亚的选手 以4小时6分11秒的成绩夺冠 打破此前由英国选手创造的记录 男子组的冠军由波兰选手获得 除了要体力出众 该赛事的参赛费也不低 光报名费就超过1万美元 在美国缅因州 龙虾是一项价值巨大的产业 但研究显示 过去10年 缅因湾的水温上升速度 超过了全球大部分海洋地区 导致龙虾向北迁徙 至加拿大东部沿海省份 爱德华王子岛附近海域 加拿大的渔民表示 过去这里没有太多龙虾 但现在龙虾数量正大幅上升 气候专家认为 短期看 气候变暖对当地渔业有利 但随着温度继续升高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连续喷发近三个月以后 西班牙老昆布雷火山 近日终于安静下来 当局终于允许人们返家 而红星台播放的画面显示 原本风景如画的小岛 如今变成毫无生机的黑色沙丘 熔岩流摧毁了建筑和庄甲 整个地区都被淹没在火山灰烬之下 仍有不少游客前往小岛 目睹灾祸景象 令人担心的是 火山喷发产生的有害物质 尚未在空气中完全消散 好的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